海洋公園最近來了一個新成員 還打了一份政府工 不如我們看看副署長怎樣說吧 新的鱷魚 海洋公園就給了一個家 待會給他一個名字 以及給他一份工去打 就是做海洋公園的大使 宣傳這個保育工作 這個特別有意義 我們希望透過這條鱷魚 可以成為公園的保育大使之後 和市民和遊客宣傳多些關於生物多樣性 以及愛護動物的信息 過去這十一個月 我們團隊做了很多工作 為鱷魚提供了一個安樂窩 鱷魚的設計模擬野生鱷魚的棲息地 可以讓它充分展現天性 我們正式歡迎八香果 加入海洋公園的大家庭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八香果是怎樣 去年有八香居民在家裡發現了這條鱷魚 短短幾個小時後 我們的動物護理和獸醫的同事 已經在海洋公園準備好後勤的節肢 支援漁農處這次緊急的救援行動 大家近看見都應該 不可以說白的都是肥的 生活都很好 聽海洋公園的護理團隊說 鱷魚的最佳自拍位置是在右手邊 因為那邊通常都是淺水區 八香果在天熱時會在草地曬太陽 而氣溫比較冷的時候就會回到水中 鱷魚設置在海洋公園的入口 免費開放給大家 令到八香鱷魚成為房客 一下車就接觸到的動物大使 接下來鱷魚和親親動物穴的活動 就會在3月16日正式對外開放 那快到復活節了 不如一家大小來海洋公園一起玩吧